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林法则 鼓吹所谓餐桌和菜单论 还拉拢盟友对中国发动新冷战 作为美国外交的头号人物 布林肯就像拜登政府的面皮 在外交场上向西人展示 美国霸道、虚伪、自私的真面目 但布林肯这张丑陋的美国念 近日再次被中国狠狠掌挂 既是反击美国实施的对华错误外交路线 也是对明年上台的美国新政府发出警告 7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黄毅 在老窩首都万丈 应约会见布林肯 黄毅严正指出 美方对中国压制、打压并没有收手 甚至是变本加厉 还没关系面临的风险认职最紧 挑战亦都上升 黄毅又指 美方坚持错误的对华认知 总是用自己的霸权逻辑看中国 但是中国不是美国 也不想变成美国 中国不搞霸权、不搞强权 在和平和安全的问题上 是世界上纪录最好的大国 黄毅希望美国能从三宗全会通过的决定 独懂中国共产党 独懂中国现在和未来 在台湾问题上 黄毅再次表明中方态度 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过去不是 将来更加不会是一个国家 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台独势力每挑衅一次 我们必会反制一次 不断压缩台独的空间 过去在外长级别的对话中 中国惯用的手法是暗批美国 很少好像今次这样 这么直接点名警告美国 不留情面这样表达立场 而且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宣布了退选下一届的总统 他的爱将布林肯都很大机会 会随着拜登任期结束而无得路 黄毅教训布林肯很有可能 是趁机敲打下一届的美国政府 同一时间 中国驻美国大使謝峰 在三藩市一个中美建交45周年研讨会上表示 将中国作为假想敌是严重战略误判 提醒美国要停止在选举年打中国牌 7月26日 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 在北框山核武器条约筹委会上 直接点名美国 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 严重开历史堵车 威胁地区国家安全 增加误解误判风险 这些几乎同步的批评 也是高届明年的美国新班子 必须调整对华政策 否则将会令中美关系 恶化到无法回头的地步 当然按照美国霸权的本性 中方的金石良言 他们未必听得入耳 该来的斗争总会来 美国对付中国不会收手 中国人也不会逆来信售 如果真是到了中美兵庸相见的地步 对美国没有好处 对中国和世界都没有好处 可以预见 就算美国政府换届 很大机会 还是会继续和中国保持 斗而不破的关系 但更重要的是 时与势还是站在中国这边 就算美国盟友 也有不受巴拳控制的时候 例如意大利迫于美国的压力 在2023年12月 宣告退出一带一路计划 但梅洛尼就一直寻求修补两国的关系 更日梅洛尼展开为期五日的访华之旅 和中方签署了为期三年的行动计划 开展新形式的合作 这是美国的欧洲盟友 在长期的中美博弈中出现动摇的典型例子 也都反映出美国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 和地缘政治博弈效果开始减弱了 而且美国政治的方向的不确定 也是对美国内部和外部的一个大威胁 虽然副总统贺锦丽被视为半路杀出的大选黑马 但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呼声还是很高涨 各方都研判中 如果特朗普上台之后应该怎样做 近日中非就仁爱招补给达成了临时安排 护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俄乌战争后首次访问中国等事件 实质也是各方对美国未来政策观望的结果 当然面对号战的霸权 中国不会抱持僥倖之心 一定会做好时刻应战的准备 7月28日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 和日本高官举行安全会谈 表明美国会将驻日美军 纳入联合指挥体系以配合日本军队的重组 这个明显是禁止台海的新部署 美国对华发动了几年的贸易战 科技战都无力打败中国 但对于美国来说 只要有利于维护霸权 什么无耻手段都会使得出来 为了避免激发矛盾 王毅对布林肯的教训 已经清楚表明中方的立场 亦都为美方指明出路 无论今届还是下届的美国政府 如果不听劝告 继续挑动对抗 中方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今集的HKG报视角到此 下一集再见